你有沒有靈情啊 電腦秀出動畫 小朋友看著螢幕 就可以從數學學到自然 好香喔 鼻子是我們的呼吸器官 生動的電子教材 小1到小6的課程內容 通通都在裡面 吸引不少家長和小孩 不過這套軟體 卻讓這位馬先生又氣又無奈 他是說先讓小朋友試玩 對 那小朋友當家就說不喜歡 然後那業務員就說 沒關係你就帶回去 你就買這個給他玩個幾天 馬先生說這套電子教材 一共5萬多元 分期一個月要1399元 一邊操作軟體 他一邊說 當時推銷人員狂推猛銷 還說試用不喜歡都可退貨 才同意帶回家給孩子試試看 沒想到事後完全不是 這麼一回事 然後事後我跟他講 我要退 然後後來我到總公司 跟其他他們的主管 聯絡 洽談之後 結果他去聯絡這個業務 業務卻說 從頭到尾都說 我沒有說可以退 時間回到去年12月12號 馬先生說 帶著女兒去逛大賣場 遇上推銷人員 無法抵擋他的強力攻勢 只好買下商品試用 隔了兩天商品到貨 女兒使用後不滿意 28號要求退貨 推銷人員進步受理 1月5號 馬先生親自前往總公司 得到的結果 也讓他 可不滿意 其實這個案件來講的話 第一個比較 他的爭議性來講的話 是他已經超過了法定天數 消費者權益 跟公司的立場來講 目前屬於比較 些許的對立情形之下 沒關係 讓我們請第三公正的 小保管來出來做協調 要掌握這個7天那個鑑賞期 然後這個退貨 給這個退完給廠商 超過7天鑑賞期 業者堅持不肯辦理退貨 但馬先生說 當時業務員強調 沒有鑑賞期的問題 要退隨時可退 雙方各說各話 5萬多元的教材 現在退無可退 買賣還持續僵持 這位彭志銘苗栗報導